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和森林郎展开了较料 虽然季前赛本身的胜负不是特别重要 但球迷没人希望勇士队可以尽快进入正轨 而事实证明 勇士一本然是那只大家所喜欢的勇士 身为球队进攻体系的核心之一 库里的状态好坏 无疑是勇士进攻的晴雨表 显然 今天的库里还是很快进入了状态 在首阶比赛之中 库里就开启了日天模式 无论是干巴跳投三分球 还是接球之后的定点三分球 库里悉数命中 当库里命中一个各三杯球的时候 现场再次爆发出了一阵阵掌声 数据显示 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 库里就为球队拿下了21分 等库里可以找到状态的时候 球队的另一名核心杜兰特就显得比较轻松了 全场比赛 他仅仅出手了9次 而且 受惠于球队的出色体系 杜兰特本场比赛的那些出手 基本是吃饼类的 其中 杜兰特在第三节接到格林长川 之后的扣篮流来明显 因此 杜兰特依然以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拿到了16分 此外 勇士对依然延续着自己的传席体系 当库里和杜兰特不在场的时候 汤普森再次开启了自己疯狂借用无球掩护的模式 并且屡屡为球队命中中远距离的跳投 而当 库里 杜兰特和汤普森都不在场的时候 勇士也延续着自己的传席模式 数据显示 在上半场比赛之中 勇士对侣已经送出了24次助攻 当库里和杜兰特在场上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为勇士的美丽篮球 送上自己的掌声